爱的选择 等你来选择 当容颜耻目 身边依然有一双温暖的手 温暖你的心 我依然是你们的小红娘 文文 欢迎我们密室里边的四位女嘉宾 来 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阿姨们 你们好 嗨 大家好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佩杰 我喜欢养生 你是想跟我学吗 欢迎我们的二号女嘉宾 我想找一个你疼我爱我 自信 通理 搭理的男士为伴 您好 三号女嘉宾 大家好 我来自沈阳 我名叫齐桑英 我的爱好走模特 我找一个比较正直 心机善良的人 来 我们的四号女嘉宾 大家好 我是来自沈阳的宋家园 我的个人爱好就是爱运动 爱旅游 跳跳广场舞 那有些人啊 对自己未来的另一半是有要求的 必须在一起得有意思 要求对方得多才多艺 而且呢 要能聊得来 那今天来到现场的这位男嘉宾啊 真的可谓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才子啊 来让我们通过大屏幕先认识一下他 这个可难了 可 我天 那是童子宫吧 那必须是童子宫啊 而且这个音准啊 还有所有的这些姿态 他没有个十年八年拉不出曲子来 他是一位艺术家吗 像 有那份 对 有的角 一看那个旋律像飞出来了一样 对对对 那感觉 天哪 太期待了啊 期待男嘉宾出场 看看什么帅气啊 来吧 让我们请出今天的男主角 闪亮登场 有请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李国中 今年76岁 我希望在这个舞台上 能找到我的另一半 个挺高的 有1米8以上 好 欢迎您 你好 主持人 咱们说说这小气色 配上这小红衣服 感觉过年了 真是面色红润啊 真的是 而且这一车打扮 这个红衣服是谁给你选的 我自己选的 平常也总穿这么喜庆的颜色 就是我平时就这么穿 就这么穿 你看看这喜庆 咱男嘉宾的发情 这发色 这就是艺术家的范儿啊 你看 这发量也挺可以 还可以 对 就男嘉宾 有点那个男子样 男子汉样 男嘉宾的发 您以前的照片啊 那时候那真的是这种 特别带范儿的 那小提琴拉的也是相当了得吧 小提琴拉的能拉多少学 我有老师 老师是肯定跟我谈的 您学了多少年了 五六年吧 五六年啊 是从小练吗 还是大陆出家的 对 我喜欢 我不喜欢 但是不会 我爱好 我挺喜欢的 我外出呢 就学那小提琴的 这小提琴可真是童子宫 因为我小时候学过小提琴 这提琴我学的还穿正规的 学了这个吧 就是气质各方面 那就不一样 在这儿要跟密室的阿姨们报个料 我们叔叔啊 那还当过演员呢 跟那个水浒传里 饰演武松的丁海峰 还有亮剑里的何振军 都合作过 对对对 群众演员 群众演员 好龙套的 我也担着 咱男嘉宾 您今天有没有把小提琴 带来给咱展示一曲 小提琴没带来 我可以写这 今天可以写这 今天可以写 还有其他才艺呢 那咱这样呗 我们就笔墨伺候呗 先来一套呗 好不好 先炒了 这是要写个啥 这个是爱 对对对 你这个书法练了多少年了 这个粉日时间长 这个写也就十几年了 教课教十年 是您教别人啊 对 这个厉害了 当老师了 嗯 莫不够的站一下 挺会过呀 叔叔 就是啊 要的就这个效果 好 爱的选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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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的好 爱的选择 好写的好 爱的选择 好 好 写的好 写的漂亮 写的漂亮 越到后来 这个笔感觉越干呗 这块太会过了 师傅后来不舍得站墨了 他真是虚实 枯实浓淡嘛 就心里特别善良的人 你看我从来跟谁 真的 就是一个非常好 心里善良心眼好心 非常就是过日子 对 我不希望是给 他送我 我送他 就是俩把心都到一起 后半生因为都没有老伴了 对 后半生和前半生的一样 我是省书席会员 哇塞 叔叔 省书席会员 本来就挺高 现在更高大上了 我的天哪 是那么个意思 你看刚才在运笔的时候 我发现你这特别有力道 尤其是这个钠 还有这个点 所有的下笔的时候 你就感觉到 韵味在里面 这个发挥不过 写的还行 这还行 还行 这还行 这次钠 钥匙